哎呦 慢点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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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云生哥 我借个例 没事 没事 我们用这个就要使劲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请烧 来吧 张叔叔 张叔叔 张叔 喂 苏英姐 秦云生呢 云生哥现在在忙呢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 我帮你转达给他吧 我找秦云生 不是找你 把电话给秦云生 我们今天会忙到很晚 他什么时候回你就不一定喽 拜拜 来 打片了 所以说工作固然重要 运动也不能忽视 这个球啊咱俩还得打啊 没错 主任您那个手速万有灵活 这个是我应该学习的地儿 行了 陪我打了这么半天球了 是不是还想让我帮你做那个手术啊 知道您要退休了 但这个病人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是 你说的我都理解 重要归重要 那家庭对我们更重要 我从结婚开始啊 我就跟我太太说我陪她出去旅游 这一拖再拖 拖到我现在退休了 我觉得很对不起她呀 所以说啊 这个手术的事我帮不了你 赵叔叔 李生哥 喝点水 谢谢 赵叔叔 我这次呢 是替我爸来聊聊反聘的事的 谢谢你爸爸器重 但是 我不能在医院干一辈子 那医院和患者也需要您啊 而且我爸说了 只要您同意反聘 每周呢就只给您排两天班 这样您不就有时间陪家人了吗 而且还可以帮忙解决一些重症患者的问题 你觉得呢 是啊 主任 你说您又能照顾患者又能陪家人 您再考虑一下吧 是啊 你们两个这是早有准备 给我来一出混合商打吧 行 我们考虑考虑 行吗 真的 刚好您现在有时间 我陪您打一局吧 好 打一局 好 好 李白 笔稿的事怎么样 你是想问苏颖姐的事吧 是 苏颖姐的方案肯定没问题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乡村公益医院的情况你也了解 项目的体量大 周期长 评审专家们说还需要再商议一下 不过孙颖姐肯定没问题的 嗯 那就好 嗯 那我去陪赵叔叔打球了 你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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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找好了 我刚才听米白说 笔稿很顺利啊 恭喜 你在哪儿 我 我现在在外面忙点 忙点事情 不好意思啊 这有点状况 一会儿我给你回过去 没事吧 米白 没事 怎么样 热事没热好 脚崴了啊 有点崴道啊 对不起啊 赵叔叔 我都没能陪您玩尽兴 哎呀 这是哪儿的话啊 咱们不打了 陪您回医院处理一下 哎 没事的 肯定很快就好了 嗯 让余生哥陪我就行了 交给你了 行 我送他回去 好 嗯 赵叔叔再见 好 好 很疼吗 嗯 还好 你去这坐着 这是我们另一位设计师 田美 田工 怎么 苏工 说不起 说实在的 就能力而言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会输给你 我只是差一个机会而已 医院的项目 不太适合你 因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数 这两个设计作品 相同的地方有很多 所以我建议一二位设计师 可以参加二次比稿 好 嗯 嗯 嗯 余生哥现在在忙呢 你要有什么事的话 我帮你转达给他吧 哎 哎 不好意思啊 这有点状况 好 一会儿我给你回复去 慢点啊 嗯 要不一会儿先去拍个片子啊 好 嗯 嗯 慢点儿 哎呀 使劲儿 使劲儿 哎呀 使劲儿 不好意思啊 云生哥 我借个例 没事 没事 你用这个教室做什么 喂 你在干嘛 哦 我 我在医院照顾病人呢 你白就是你的病人吗 不好意思啊 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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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洋